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击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郭碧婷向左自费港风婚纱照公开,终于能够正经一点了,最近的向左和郭碧婷的婚礼照片,在网上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的,他们两个人的婚礼还是很低调的,就是婚礼的照片和婚纱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吐槽,其实向左和郭碧婷的这个婚礼主办的人也是向泰,向泰连给两人拍摄的摄影师,找的都是一样的。 一个很老牌的摄影师,所以在婚礼上面的照片,都是很复古的,像是拍摄上世纪的婚礼一样,也不是不好看,只是不太适合他们。 郭碧婷长相本来就是比较现代的,并且还是很有气质的内型,活活的就给拍成了一个脸大的女明星,但是没有关系,最近又是曝光了一组照片, 换了一身白色的,一次尖的郭碧婷,也终于好看多了,和向左一起拍照,还是很漂亮的,肤色和气质,一下子就出现了。 其实感觉去找,那么商业的赞助商拍照,真的是过如这样,随随便便的拍一组,就比婚礼上面的好看很多,像左不搞怪时候,还是很严肃的。 这组照片,其实也有点港风的感觉,没有不自然的感觉,看上去不是那么清楚,还是可以这当一些小瑕疵。 这样的气质还是很完美,还是自己的风格好多了,自费就是不一样。 对此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小伙伴们留言转发。 谢谢您的观赏,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,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,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呀。